中国女星孙怡在去年8月宣布和男星董子剑 结束长达5年的婚姻 近期她被爆出一似有的新欢 还被拍到和恋众嘉宾圣光一起去看演唱会 而圣光因为在恋众里和其他嘉宾牵手成功 因此被网友怀疑劈腿 舆论不断发酵后 圣光透过微博发文否认自己劈腿孙怡 和冷暴力女友的谣言 圣光表示自己和节目的嘉宾一直都是朋友的关系 并且自己是在结束拍摄后 才透过经纪人认识孙怡 她也谈言和对方经纪人相识 是因为收到了来自该名经纪人的签约邀请 她拒绝后两人依旧保持着联系 此外她也表示和孙怡一同滑雪 以及玩具本杀的男生不是她 情侣帽也只是纯属巧合 强调该款帽子十分畅销 很多人都曾购买过 况且两人佩戴的款式和颜色都不一样 澄清了两人的绯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